我先講 黃國昌剛那個嘴臉 他為什麼可以連假的 把三兆多的總預算全部退回之後 講一句說 你完整演藝的綠能 你不能 社會大眾普遍認知 誰跟你普遍認知 為什麼他可以這麼連假的 一句話講完 來 今天要非常感謝你的節目 我們一開始就認真討論總預算案 真的是 他廖主沒有節目 沒有輿論 會認真討論 枯燥乏味的總預算 你不要說枯燥乏味 等一下他們跑掉 不會 因為黃國昌他的天油加速 讓他變有趣了 我們要很有趣的說 很有趣 放心 這很有趣 簡單來講是這樣 這個事情本質上很無聊 可是影響很大 黃國昌他們認為說 不會有人認真討論 稀哩呼嚕把他退掉了 對電視機前的你 電視機後面的我 每一個人都不會影響 錯了 我們這次編多少錢你知道嗎 編3兆多 3.15兆 由此以來最高總預算 可是我們稅路跟稅出 稅路比稅出還要多 意思就是說其實我們整體而言 是因為估算我們的經濟狀況 我們經濟會好 所以估了3兆多的總預算 那為什麼要多這麼多錢 因為賴清德總統上任之後 他的政見要變成政策 而這些東西要花錢 我常講啦 其實我們在這裡很多位來賓 無論當民意代表 以前在政府服務過 所有人在跟你吹牛 講他要做什麼事就兩件事啦 最後就兩件事有落實 第一個人事第二個預算 有沒有人有沒有錢 我這一堆預算下去之後 真的會影響到的地方政府 第一個我先講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我昨天在新北市議會 侯友宜市長施政報告 我質詢他最重要的一個重點就是 新北市光光在明年度的總預算 在這個三兆多當中 編了六百多億給新北市 我們看前面八個局數就好 教育財政 衛生 社會 捷運 水利 交通 公務局 每一個局都十億以上 總金額六百零三億 這個錢中央補助如果沒下來 今天國民黨跟民眾黨 他們哥跟你講啊 綠能你不能 這個預算就算沒有過不會怎樣 昨天我先跟大家報告 侯友宜市府團隊的主計處長 就打臉這些亂講話的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立委啊 我就問說 這一堆項目當中延續去年的預算 當然繼續做嘛 可是新興項目 我舉我是我的選區的 什麼活動中心啊 什麼防火門啊 什麼電梯啦 包含大家講的軍公教的一些 那個加薪的補助啦 等等這些錢 去年沒有過的 今年你怎麼辦 你們說我卓安婷講不能用我亂講 昨天新北市政府的主計處長 講了大實話 他講三個方式啊 錢掃的我們雲來雲去啦 稍微多一點我們用第一預備金啦 如果最多的用電付款 這些看起來有點複雜 簡單來講就是挪來挪去 雲來雲去啦 或叫議會先讓他過啦 可是最後主計處長講了一句話 那於國民黨的侯友宜市長的主計處長 昨天講了大實話 接受我的質詢人說講說 但我們還是希望 中央可以依照正常程序讓預算通過 對啊那不就讓這個國民黨立委放過新北吧 什麼叫正常程序 就代表你們現在這個做法叫不正常嘛 國民黨跟中央長講說 沒過你們一樣預算可以用 為什麼你要用不正常的程序 不正常程序是什麼 我跟大家簡單講白話 我雲我把這邊的預算雲來這裡 先補本來要給我的 中央都補了600多億 從第一地方雲 我其他地方沒錢怎麼用 昨天主計處長講了大實話 所以地方首長尷尬了嘛 就是你今天來台灣22縣市 國民黨幾個縣市執政 15個14個吧 十幾個縣市吧 你今天感覺好像為了黃國昌 看到柯文哲被壓在裡面 然後報復性的把預算全部不審 我再次強調叫不審 對 不討論 不討論直接就退回 那你說你們重編啊 你對哪一條有意見嘛 你對哪一條意見我們討論嘛 自己心靈神會 哪一條你扶編把它刪掉 哪一條你覺得多編把它刪掉 你甚至認為說原住民那個 倒罰的那個那個 濫罰的那個就是補償的金 那個你把它做相關的補償 你可以用附帶決議 你有N種方式 結果你採取方式要做 我不審了 然後講說延續性的啊 今年可以繼續用 剛剛黃旭博是博 那個偉航老師 還是阿淵講得非常對啊 去年總預算多少錢 去年2.8兆 來我跟大家講 去年變今年2.8兆 明年3.1兆 這什麼意思 2.8兆完全按去年 就等於2.8兆都不用審了啊 比照去年啊 你知道你有比較認真嗎 你有比較認真嗎 沒有嘛 結果就是 柯文哲因為被關了 柯文哲現在被壓了 然後呢 黃國昌他們用報復式的 要就是 你所有民進黨貼的東西 我全部都不要 然後最後回來 國民黨我不知道什麼原因 跟著民眾黨一起瘋 對 然後出一口氣 最後是誰遭殃 人民遭殃嘛 這些錢又怎麼辦 我再舉幾個例子 賴清德他想做一件事情 癌症新藥基金 對 我們第一件事情 觀眾朋友我們所有的網友 我們做到一定有親朋好友 是因為癌症過世 我的奶奶是國小五年級的時候 肝癌過世 每一個人做到一定都有啊 賴清德醫生出身啊 他的目標是什麼 2026之後 台灣癌症死亡人數剩一半 減半 要不要錢 明年編四五十億啊 未來要編一百億啊 研究癌症的新藥 然後你說退回這個預算 假如後來受影響 然後你跟大家講說 啊沒有啊 政府還是可以運作啊 這看不通 今天你把這些預算不審 全部退回是最廉價的處理方式 然後連地方政府 現在國民黨的這些職人 縣市首長 也沒有再挺你們的 然後你們這些立委 然後跟著在那邊 哇 在那邊 我就很義和團式的發瘋 然後往前就衝 然後就全部把它退 那這個事情 當然人民會 我覺得人民最後會反撲啦 但無論有沒有反撲 不知道 知道的事情是 這一堆錢現在 暫時期間都沒辦法討論 那最後他講一句 我回來黃國昌講 綠呢你不能 他的邏輯是什麼 我們還是要認真討論一下 他講的話 雖然這幾年來 大家比較不願意認真討論 他講的話 黃國昌他的意思是說 2008年的時候 民進黨在國會 我們也主張要退回馬英九的總預算 兩個基準點不同 第一個基準點 當年馬英九的總預算怎麼編 他自己的主計總處 估算隔年經濟成長率5% 他編的預算 用隔年經濟成長率6%來編 差多少 經濟成長率差20% 就5%跟6%的差別差20% 這個差別 他預算整個暴政嘛 所以當時我們的主張 民進黨是認為說 那你該退回去重編 可是我先講最後結果 最後結果 因為我們當時是有27席嘛 國民黨他們還是 就是堅持不重編 那後來在朝野協商的時候 民進黨有像他們一樣 堅持完全預算不要審嗎 沒有 最後還是認真審預算 全台絕無僅有政論富女黨 上公上一波 好 請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關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友善字幕版 等你一起來